回到新闻场带您追踪 上个礼拜一对泰国籍的夫妻 被同样来自泰国的公司合伙人 杀害气势在桃园高铁附近的停车场 那嫌犯随后呢 我们看到他变装搭飞机已经潜逃 返回了泰国躲藏 后来他觉得法往南逃 今天早上由爸爸的陪同 主动向泰国清迈的警方投案 至于后续呢 他是否会被遣返回台湾 或者会直接在当地接受司法的审理 台湾还有泰国警方 目前仍然在协商当中 身穿绿衣帽子压得很低 被警方包围的男子 就是日前在桃园犯下双尸三命凶杀案的凶险 逃亡了九天 终于在17号投案 35岁的太极嫌犯与死者夫妻党都来自泰国 双方是合伙人关系 不过三人在台湾发展一段时间 太太与嫌犯也都拥有中华民国国籍 却因为金钱纠纷 8号在新被土城三人杀害同乡后 开着夫妻两新买的休旅车 气势在桃园高铁附近的停车场 犯案后隔天二度变装 搭击逃回泰国 双尸三命的惨案引发两国高度关注 泰国警方全力追气 而嫌犯回到清迈家乡后 自知难逃法网 17号在父亲的陪同下 向泰国警方投案 不过由于死者家属在泰国提告 加上他们都有双重国籍 并且嫌犯是在泰国投案 但因为杀人地点在台湾 最后嫌犯会移交回台审理 还是台湾移交证物 给泰国警方继续侦办 目前台湾泰国检警 还要继续协调 记者林住强 台湾报道 明镶 没行 被